百年前 三颗痣 孙悟空 是咸酒 凡间的酒再怎么样 酿不出这么一度 大盛都销售不了 何况是你 大盛 对呀 这不是我设的现在 这是我设的 我跟他抓表耳迷猴的 你少废话 你赶紧告诉我 大盛的下落 孙悟空到底在哪 不说你就能怎么样呢 一身相惜吗 准着吃饭吧 喂 不是喂我是喂他 来吃两口吧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缠手 你站哪边呢 就直接往嘴里塞 是 你发 你发还能在哪里睡见吗 好 现在告诉我 大盛到底在哪 主任 我感觉他就是大盛 没事 你慢慢聊啊 天子 天子啊 我劝你真的不要再执着了 你看看 你的小弟都说我是大盛了 哼 你不说也没关系 反正呢 解药只有我有 解药 什么解药 喂 朋友 不要抢抢台词好吗 解药 什么解药 刚才啊 我在你的米饭里面偷偷下了毒药 不管是什么阿老阿狗 一中一个准 你要是不说 等着死吧 我看你在怎么招摇照片 怎么去泡泥 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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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肚子 你怎么把饭全吃了 啊 我炒了一下咸蛋 你脑子是吃什么 你等着我去给你拿解药 啊 啊 快点主任我不行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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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不是吃了办办办办办 你怎么没事啊 饭我都到了 赶紧扣扣就没事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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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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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承认 我不是孙悟空 满意了吗 你是孙悟空 你们两个这是干什么呀 要抓要打你们 随便不要这样玩我行吗 快走 你不要给我拉拉扯扯嘛 我自己可以的 你不要碰我好不好 主任 他要逃跑 不是不会让他走的 我辟死我 我让他走的 过来过来 主任 你偷他 我去把伤我跟他还要逃跑 我告诉你 你要是说不出来 你就在这耗着吧你 看你脱都破了 要好好爆炸 来来来 去吧 这个渣男 我一定给你好好折磨他 主任到底是有什么恶趣味啊 你要干什么呀 喂 变态 我警告你不要跟我玩恶心的啊 喂 救命我 这什么呀 解药 主任剩下最后一颗 我给你留着 好 是吧 喂 你要干嘛呀 我要救你出去 别 大笑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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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的尾巴 尾巴 大叔 大哥 你是来考验我的是吗 我不走了行吗 不行 你帮我吧 不行 真的做了你不要这样 不行 我别这样 你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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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喝酒 哎呀我 我 哎呀哎呀 慢点慢点哎呀你不要碰我好不好 我 你赶紧走吧 你不是在玩我吧 你一定要记得避开山上的结局 你不然还会被抓到来 不是朋友啊朋友 这个虽然江湖传闻啊 我是男女通吃啊 不过我真的很想问问你啊 到底看上我哪里了吗 我还是那句话 你好好地做你的侯文 因为 我想好好做一个人 你一定要答应我 原来这位兄台这么喜欢动我 可惜我不太喜欢男人啊 十分抱歉 不过呢 还是十分感谢你的后爱的 咱们日后有缘再去 再拔酒盐 欢 回头再给你介绍几个 健壮的小帅哥 再见 七天大事 不过 她的小帅哥 你们在那里 你快看 你让我再睡一会儿 不好了 不好了 泛人跑了那孙悟空跑了 什么吵的 我不让你看好他妈 请主人明鉴啊 我只不过是一介凡人 邀请邀请我打不过 神仙我也打不过 他扯开了绳索打烂了牢笼 你看看 行了 你就是个烦人 他那三脚帮功夫啊 收拾你也不奇怪 我不罚你了 事到如今 追是追不上了 只能月光饱和回去抓他了 求主人带我一起 我是去抓猴子 你还让我带宠物 一往往上去了 不行 我告诉你了 这次我必须要去 这是我救我娘子的 最后一次机会了 求主人看 等以后我们的孩子出生了 你就做她的干娘好吗 又开始胡说了 你知道放荡所爱是什么感觉 你知道 你爱着一个人 那个人也爱着你是什么感觉 是毁恨生命太短的感觉 所以主人 请你带我一起走 好吧 乖 明天我们一起走 谢谢主人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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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出来啊主人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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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该走了 你叫谁主人 叫你啊 月光宝盒拿出来走啊 月光宝盒 你不走是不是 那你把月光宝盒拿出来 我走 我不敢再保证明天晚上还有这么圆 这么美的月亮了 贱人 原来是要私奔 贱人 主人啊 你骂我至于骂那么狠吗 我没搞明白我到底怎么了 我怎么了 谁是你主人 你现在认都不认我 你忘了咱们说什么了吗 咱不是说好一起去看月亮吗 用月光宝盒我们一起走吗 而且你现在连我都不认了你怎么了 你信不信你再这么啰里把手 封了你的嘴呀 我本来以为你是个浪漫的少 我本来以为你要带着你的月光宝盒 我带着你一起 我们一起去来一个美妙的时空旅行 说 紫霞那个贱人都跟你说什么了 求求你别闹了行吗主人 就拿着月光宝盒带着我一起走不行吗 我能不能干能说能唱能跳能演 这么全能 我待在你身边 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很好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去 我去看看五百年后 还有没有这么漂亮这么圆的月亮 看星星看月亮 还是老一套 怎么了 仙子 你不感兴趣吗 要不这样吧 你先把月光宝盒给我 我先去看一下 我先去五百年后看看那月亮 圆不圆 大不大 如果不大 我再拿月光宝盒回来 我接着你一块去找一个 月亮又大又圆的地方 好不好啊 臭男人 没一个好东西 说一套做一套 主人我错了 确实你不要打我 紫霞那个贱人是你的主人 你打我骂我 不是我 没关系 秀儒 你为什么骂你自己呢 我是那个贱人的姐姐 我告诉你 原理是要找那个贱人 别让我再看见你 否则我看见你 你去打贱人 等会儿 你不是紫霞 直村拔 直村拔 喂 直村拔 直村拔 主人 不要打我 你别打我主人 我求你了 不要打我 救命啊 看我 你为什么不敢看我 我那么可怕吗 我 你怎么了 你到底是谁 我是紫霞 你怎么连自己主人都不认识 你别打我先 我为什么要打你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做他们对不起我的事了 那就是你要逃跑 怎么可能我不会逃跑 我全对不会逃跑 只要你不打我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 我没打你啊 乖 我看你啊 精神恍惚了 走 我带你回去给你看看病 走 走 坐 椅子 不是这么打你的吗 我有武器了 我有武器了 你是不是有那种 示好呀 什么示好啊 你 你告诉我也没事 反正 你要是有那种示好的话 我其实也是 比较安心 可以接受你的量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你过了一天 这一晚上怎么这么奇怪 你为什么会这么怕我 你是不是撞鬼了 如果我说是 对吗 你看我就说你是撞鬼了吧 别怕 你遇到什么 尽管告诉我 以后我保护你 不管我说什么 你都不打我 我保证 我不打你 你是不是神经病 你才神经病 你是不是那种 人格分裂加精神 有点不正常 你有时候在哪儿 你在干什么 你自己知道吗 坏了 你遇到我姐姐了 你姐姐 阿姨啊 她真的是我姐姐 你知道吗 她是青霞 我是紫霞 你不要相信她 她是个神经病 你是不是看我 太天真可爱了 你待会儿就这样 就晃着她骗了 我怎么会骗你啊 你知道吗 佛祖啊 之前看我们 斗得太凶了 所以把我们两个 卷在一起 变成一根灯心 结果呢 没有用啊 我们两个反而 斗得更狠了 现在 她怎么这么快 又追过来了 是是是 不能说这么多了 这个地方 既然她已经找到了 那就不能再待了 可是六二蜜猴 又没有找到 怎么办 所以呢 所以我不能再等了 我要主动出击 去找六二蜜猴 你帮我 告诉你 你就是个神经病 别说了 你看看 你都被我姐姐给吓傻了 你就是个神经病 好 走 我带你去证明我不是青霞 只要把她抓到了 我就能证明她不是我 我跟你说 但凡她寻到这个洞里 只要一碰你的线 就是那根 来 你试试 不要 哎呀 你试试就知道了 来 怎么样 厉害吧 这 这个我好害羞啊 防我没什么问题 万一她知道这个线 怎么办 她怎么可能知道 你知道她就知道了 看来啊 这一道陷阱是不够的 再来一层保险的好了 再来一层保险的好了 这三支啊 是散古香 如果她追到这里 我们就把香点上 然后赶紧跑 等她闻到香气啊 肯定会四肢乏力 混混于水的 但是万一 咱们先闻知道怎么办 我有解药 你有解药 不就等于她有解药 你一有解药 你一有解药 不就等于她有解药 总是你就是不相信我 反正我已经尽力了 等我把她抓到了 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是啊 等你抓着她 你也就明白了 你做的这些陷阱 根本没什么用 明白吗 防御系统也低 废没用 你说的有道理 我的功力呢 跟她抗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行啊 你说万一 她没有中陷阱 然后 你又落单了 那不就危险了吗 是呀 主人 我好害怕 你干脆让我先找个地方躲一躲好不好 躲一躲 这哪有可以躲一躲的地方 硫黄宝盒 借我用一下 我去去就来 只要我躲完马上 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什么 作为你的主人啊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保护你的 这样一来 你就能相信我了吧 你只要把月光宝盒给我 我就能彻底相信你 月光宝盒不行 我也要用 不能给你 不过啊 我可以考虑用的时候 顺便待上你就是了 你说什么就是 爹 今天晚上那玩意儿还会来吗 这谁知道啊 还是好好地控制吧 灭得出了幺蛾子 止不住 爹 我怕 怕什么呀 有爹在这儿 儿子 收东西 我让下雨了 回家 知道了 你 你 这下这里回不去了 兄弟 一个闪电你就出现了 你是人还是妖啊 我既不是人 也不是妖 那我知道了 你是人妖 你侮辱我 我可是堂堂的决脸大将 敲我这身衣服 不好意思 虽然有点脏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抛弃过它 还给玉帝卷帘 提鞋都配不上 我可是唐藏的卷帘大将 我都钦佩我自己 就是个打杂头头 卷帘大将可是非常重要的职务 我跟你们说一说 不好意思 那个我是第一次来 来这个人间 不知道这是哪儿 经文这是什么地方 流沙河 流沙河为什么流的是水 不是沙子呢 你脑子有问题是不是 就是啊 自从我打碎了琉璃盏之后 我就发现我脑子不好使了 这蠢蛋可病得不轻 爹 咱筷子 别太上事了 行走 没这么容易 我们要回家 放我们走吧 我看这天色已经不早了 我也无处可去 要不然 在你们那儿接住一宿吧 哎哟 哎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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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家没有多余的床铺 今天晚上 你就睡鸡窝吧 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什么东西出现 你不是从天上来的吗 你要是把他打跑了 我就相信你是从天上来的 我本来就是从天上来的 行行行 今天晚上 让我们见识见识 走了 爹 给我准备点东西吃 肉点 饿了 等会儿 等会儿 不想搭上 拢啊 拢啊 gradual 大胆猫腰 我乃可怜大家 快快投降 你以为我会怕你 来啊 打人家 神有神路 妖有妖道 你为何都管闲事 想要除魔 哼 想必你还不知道 天庭已经把 给你被扁的丑闻 公布下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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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预定连这个消息的功夫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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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抓住了吧 啊 跑了 爹 鸡没了 我的鸡呢 被他抓走了 你就是个骗子 你再去找别的家出去 走了 啊 看来今天晚上的月亮又是白费了 啊 是吗 贱人 你逃不出我的无知山 仙子 姐姐 那个贱人在哪 原来你就是我大哥说的 青霞姐姐 大哥 没错 就是昨天晚上被你打的那个至尊宝 那你呢 我是他的双胞胎兄弟至尊玉 至尊玉至尊宝 想骗我 挺聪明啊 你在这干嘛 仰慕 仰慕 你 你绑的 我 何止是仰慕 我爱你爱你太深 想跟你一生绑在一起 我们一起远走高飞 拿树油光宝盒 我们走吧 爱我 爱我就要付出代价 秦晓姐真高命 不爱是别人陷 还是被别人硬绑在一起呢 散骨香 凭这点小伎俩 你想对付我 说 你是不是跟那个小贱人串通好了 他到底在哪儿 还有 为什么要跟我绑在一起 我是不是告诉你 我贱你一次揍你一次 我不想我 我图好运 啊 啊 你这个 精神分裂双重人格 我让你不要找我 你非得找我 你 现在全都整到我自己身上了 你能不能别再折磨我 我没那么多功夫 跟你浪费时间 我也不想跟你玩姐姐 你先把我放下来好不好 我现在特别地投影 十之无力 你给我闭嘴 主任 你快醒醒 主任 你快醒醒 我们不是绑在一起的吗 怎么在这儿啊 现在 我已经彻底地搞清楚这个套路了 我问你 你见过清晓 没有啊 我很久没见他了 但是他总是追着我不放 我去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了 所以啊 我告诉你 你只要记住一点 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 所以你看不见他 明白吗 那要是我不睡的话 他是不是就不会跟过来了 他是在躲着我 关键是你怎么可能不睡觉 只要你一睡觉 他就会出现 重点 就是 你保护不了我 那怎么办呀 办法嘛 倒有一个 不如 你把那月光宝盒给我吧 这样也算是可以保护 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小虫 不行 月光宝盒如果给你的话 你只能晚上用 是啊 但我们说好了呀 月光宝盒是我用的时候 戴上你的 宠物啊 应该随着主人 我都还没用 你怎么能自己先拿去玩了呢 如果你拿月光宝盒跑了 那我怎么办 你看我像是那种 忘恩负义的宠物 我会回来报恩的 不愧是我的宠物 你放心吧 就乖乖留在主人身边啊 我会保护你 不会让你自己去冒险的 我跟在你身边 也要有一个期限 以后我是说我要死在你手里了 传出去 对你名声多不好啊 说得也是 不行 我不能再这么等 我不能等着清夏就这么把你给弄死 走吧 我们出发 去哪儿 去找六二迷猴啊 我们得赶紧去 清夏的事还没弄完 你找六二迷猴干什么 所以要赶紧找六二迷猴啊 赶紧找着他 然后离开这个地方 干什么呀 给你再找一个夏家 你们你们不需要我了 不要了 吃不上饭了 那个 你要是能管我饭 我就给你打妖怪 行不行啊你 当然行啊 我可是天上的卷帘大将啊 穿我这身衣服 好 那就跟我走吧 你要是能抓住腰味 我天天煮鸡蛋让你吃 说话算话 我今天一定打败你猫羊 好 我腾腾的卷帘大将啊 居然会落到这幅田地 那我猫羊 不是 我猫羊 你干什么 我去你 我去你 你这个妖怪 整天逃鸡摸狗的 还有理了 你要吃饭 我也要吃饭啊 纸巷点把我放开 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放了你可以 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只要你不再偷鸡摸狗子答应你 那我要修炼成仙 不行 我已经被瘪了 我法力所事无几 要不然你还快站这儿了 什么神仙啊 还不如妖怪呢 你为什么要当神仙啊 妖怪不是也有好坏之分的吗 你真是傻的可以 妖就是妖 人对妖呢 是不会有好坏之分的 你偷村民东西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你一个神仙被人溜着玩 也不知道害臊 算了 我今天就轻误你的 放过这些鸡 但是我告诉你 村民呢 还是会找你打他的 你走着瞧 走 走 你昨天晚上干吗去了 我劝猫妖改邪归正了 改了吗那他 当然了 他叔大慈大悲地放过这些家庭了 一字不差 看来 这问题就出在你身上 我们家明明五只鸡 现在又三只鸡 昨天晚上是不是偷吃了你 之前就是三只啊 我都数过了睡之前 我家的鸡我还不知道 我一看见就不像个好人 你这偷吃的鸡还像迪赖 是不是 我是好人 但是你可能记错了 确实是三只 赶赶赶紧陪我的鸡 你们说说 是不是他昨天晚上偷吃了我家的鸡 不是不是 你们可能搞错了 五只还一个三只 不是偷吃是干吗 但是我告诉你 村民呢 还是会找你麻烦的 我终于明白猫妖花的意思 不是 我看你和妖怪是一个道上的 你们里应外合专门投机 你也是妖怪吧 乡亲妹 她就是妖怪 打妖怪我呗 打妖怪 打妖怪 咱们去藏妖风干什么呀 我以前啊 跟六二迷猴来过藏妖风 所以啊我要没算错的话 她现在应该就在这附近 准备上山了 不是那 那山上有什么呀 好 桃花过初 寸草不生 金钱落地 人头不保 好 春三十娘 看来她已经到这儿了 但是她来这儿干什么呀 这个草妖风上 有个很厉害的妖 叫做半妖 春三十娘呢 约了六二迷猴 来去抓半妖 然后呢 六二迷猴啊 又因为喜欢春三十娘的美色 所以就过来了 我们只要赶在她的前面 把半 把半妖抓住 然后呢 用半妖当作幼啊 去引六二迷猴 就可以抓到她了 你好厉害 你什么都知道 那当然 我是你主人 我说你听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啊 我们就是要去抓半妖 那直接让这个春三十娘 带她们去找六二迷猴 我不想了 你觉得可能吗 春三十娘是过来抓半妖的 她怎么可能带你去找六二迷猴 你不要打草精神了 那我也是 找到春三十娘 就能找到白晶晶 那我岂不是不用回去 是我要找六二迷猴 你不准化我大事 我想去 不行 我问你 她现在认识你吗 她知道月光宝盒吗 那你跟她说 你是五百年后 穿越回来为了找白晶晶 她会信吗 所以 你在她眼里边 就会变成一个神经病 你能否认吗 这又得了吗 乖了 你先陪我进洞 先帮我抓住你以后 你看 那个就是半妖洞 我们就在那等六二迷猴 等多久 不知道 那万一六二迷猴没等到 把青霞等出来怎么办 不会的 感觉六二迷猴啊 就在这附近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这就是我的计划 穿穿它 这什么玩意儿 你看啊 衣服上有星辰花花粉 这看起来很不同 但是它到了晚上会有荧光 这个啊 就是对付半妖最好的办法 怎么样 不明白 这件衣服真的 好珍惜啊 那当然了 行 你说的算 我跟你说啊 这个半妖很难对付的 它之所以难对付呢 是因为它藏在洞里最深的地方 主要是它是透明的 那那咱别装了 就 就让它在里面待着吧 不行 只有抓了半妖 才能引出六二迷猴 那行行行 你老大你说的算 喂啦 回头我带你进洞 我就用这个让半妖现身 你用这个把它绑起来 什么呀这是啊 这个叫乾坤锁 专门用它收腰的 你用它把半妖绑起来 它又挣夺不了了 你给我呀你 现在不行 你这么笨手笨脚的 这里边山腰那么多 到时候你认错了 随便绑一个 那不就坏我大事了吗 行 你说的算 你老大 那这个半妖厉害吗 很厉害的 你不要随便去招惹它 你根本打不过它呢 你以为我傻呀 我怎么会是那种送死的人 只不过我先找到春三十年了 然后去减捕 见到晶晶了 去去 我真的好香啊 感觉半妖就在这儿附近 你看看那个表 我看这个表 我给你一下 你会是什么 我把他给你 拿来 你拿来 我把你拿来 你把他给你 拿来 我说 你会把他给你 拿来 你帮你 拿来 我把你拿来 哎呀 丁大王 快点绑住他 丁大王 你发生不大快点 控制不了他多久了 你赶紧紧的呀 控制不了他多久了 喂 丁大王 一心一照顾潘斯洞的一草荧幕 想不到今天我的宠物竟然要逃走 我那不是 怕我笨手笨脚用不了那乾坤索索 所以我稍微跑远一点分散那扮腰子 注意能燃 进口 说人 我知道我是一个宠物 但是 只要你能够好好地保护我 照顾我呵护 我就一定会非常非常非常地听话 很乖的 之前 我也觉得你有野性在身 多颇可爱 本来想要放痒 谁知道呢 你在这个飞机关头 竟然抛弃你的主人自己逃跑 你知道错了吗 知道错了 毕竟你是我的宠物 你犯错呢 我有责任 我是不会责罚你的 有没有什么但是 但是 你要一直带着这个项圈 不准离开我半步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走 走 现在 只有你身上有这个花粉 所以啊 你就去这洞里四处乱摸吧 只要这个半腰碰上花粉 它就没地方可以藏了 万一我要是碰不到它怎么办 所以我让你在这四处乱摸呀 赶紧去 去拥抱这个半腰碰 我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至尊宝 加油 我告诉你 这个乾坤锁今天是要绑住一个家伙的 如果你不把半腰给我抓回来 我就把你绑在这儿跟它作伴 好 我抓到他 只能说你将功抵过 下次要是再临阵脱逃的话 就宠杀你了 怎么了 不满意啊 怎么可能不满意呢 没有 厉害啊主人 有我的风范 这下你尝到苦果了吧 人啊 没一个好东西 你走开 我是要走了 只不过投为妖怪 看你这么笨 特意来提醒你 你要去哪儿 当然是要去投靠一个更大的妖怪了 这样才能保证我的人身安全 不像你 吃不饱饭还打爱揍 徐提大人 琉璃展碎了 我宁愿自门 且不要再让人间受罪